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点不同 今天我们直接进入到中盘阶段 也就是说更为惨烈的厮杀 更为直接的这种进攻 布局阶段的进攻简单来说 它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局面的主动权 争取把主导权引向自己 但是在中盘阶段就不一样了 中盘阶段的厮杀的时候就更直接 可能是跟死活 跟对杀 甚至是会直接左右到全局的这么一个胜负 所以说毫无疑问 进攻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在中盘阶段发生的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切入主题 来看看剃刀版田 板田先生 他在中盘阶段的时候如何发力 好 我们来看这个局面 这盘棋是板田融南的白棋 黑棋是工本直役先生 这个工本先生也是一个日本 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棋手 他经常来华 他当时经常在中国参加一些交流活动 他也是一个对中国围棋贡献很大的一名棋手 我记得当时聂玉平老师 战胜的第一位日本的职业九段棋手 就是工本先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对中国围棋贡献确实也很大 这是极大的鼓励了聂老 这个提升了聂老的自信 这个当然是开玩笑 这个工本先生呢 我也非常有幸的 曾经在我的小的时候 跟工本先生请教过一局 当时我大概十岁出头的样子 那工本先生呢 当时已经是七十多岁 肯定是快八十岁的一个老人了 当时是非常荣幸 当然我的水平也很差 那个时候是工本先生 是跟我下了一盘让子棋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工本职业九段 他的棋风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 就是中规中矩 就是棋下的非常的 这个本分 而且也是非常的 就是怎么讲的 就是日系吧 日系的风格 就是堂堂正正 棋型很漂亮 印象很深刻 那么这盘棋当然了 他的对手是板田容南先生 板田先生我们之前也一直在介绍了 他是剃刀板田 他的棋风跟所有的日本棋手都不一样 所以说他是非常犀利的 他是一个另类 我们来看一下板田先生 他在中盘阶段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 在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们先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时候 黑棋现在轮工本职业九段 他来就是轮黑下 这个时候他比较正确的下法 应该是在这飞 是从这飞 这个飞最主要的目的是 把自己的这块棋进行联络 同时我们看黑棋 这个上面的潜力是非常可观的 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担心白棋 从这个地方护 因为黑棋来讲 黑棋其实目的非常简单 黑棋比如说就拆一个 黑棋的目的只是 在这个局部来说只是破空 只是破坏白棋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 那么黑棋其实要解决的问题是 焦点的问题是处理好 右边的这块棋 实战黑棋是走在这长 长跟白棋跳交换 应该说是 这步的交换并不便宜 没有实质的收获 然后接下来 黑棋是走在这跳 这是我觉得这是跟当时 就是龚本先生 他的判断有关系 他可能认为 自己的这块棋 由于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一个拆二 所以他可能认为 自己的这块棋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个非常 非常牢靠的 这么一个棋行 不是很担心 所以他才选择了拖线 将棋子下在别的地方 但这个时候 对于板田先生来说 在他的眼里看来 机会来了 黑棋这块棋 是存在缺陷的 现在轮白棋出手 白棋可以对黑棋 进行残酷的打击 我们来分析一下 白棋现在该如何动手 比较容易想到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分段 我们刚才也说了 黑棋刚之前 应该是飞在这 这是一个很好的棋行 也是一个要点 那么我们用一种 围棋的术语叫做 敌之要点 我之要点 那么既然黑棋 应该走在这 那是不是说明 白棋应该飞在这 是不是说明 这个是一个战略要点 其实不尽然 如果你飞在这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小跳 接下来白棋 比如说不管你怎么攻 黑棋都可以比较轻松的联络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点是 黑棋在这样的地方 每多一颗棋子 其实对白棋整块棋 都是一种无形的威胁 无形的震慑 如果你不走 被黑棋再飞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白棋自身的眼位 是存在缺陷的 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被黑棋一钉扎个钉 这个或者叫刺 这个用什么术语 我抱歉 我也不是很 说的很对吧 可能就是 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棋走了 或者说黑棋从这个地方刺 差不多的道理 就是白棋在局部是不活的 那么换句话说 白棋实际上是 有一定的压力的 那么在进攻黑棋的时候 我们维棋实觉里面 有一句口诀叫做 攻必顾我 同时也要照顾到 自己的缺陷 所以说白棋从这 飞出头的这个方向 实际上是不对的 因为白棋这块棋是火棋 它就是这块棋 白棋没必要作火 所以说 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 进攻的同时 如何处理好自身 中辅的这块棋 应该把这个视线 放在聚焦在中辅 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同学 就要秀一下手琴了 说我有印象 我记得类似的局面 好像有一部妙手 是哪呢 没错 就是点在这 这部棋看上去是非常好的一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说黑棋飞的话 黑棋在这个局部就可以联络了 所以说白棋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 要想进攻 那首先你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个 不能让对方轻易的去转身 就是说你不能 你要攻一个 叫做什么呢 兵法上讲叫攻其必救 就是说我们要进攻的这个目标 是他必须要去逃跑的 是他不能放弃的 不然你就谈不上进攻了 不然说 我要去进攻他 结果发现人家不要了 给你了 气给你了 那这个就谈不上进攻 所以说第一个前提 就是攻敌必救 就是我们要进攻 他必须要去救的地方 第二个前提是什么 第二个前提就是说 我们得要切断 他的这个联络线 我记得在之前 我们前几节的这个课程里面 也在跟大家提到过 今天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一定要不能让他联络 这也是一个前提 我们才谈得上进攻 当然第三个了 你一定要攻一块 这个不活的气 如果我们发力发在一个 人家已经做活了的这个气 那可能我们之前也说过 那可能是 这个就是脾气实在是太糟糕了 你这个脾气不好 脾气再不好 也不能去工人一块活气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就是满足这几个条件 那么也就是说第二个条件 我们要去切断他的联络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部气呢 就是看上去是一部 非常好的一部气 这部气下完了之后呢 首先黑旗 利用黑旗这个右上角的气紧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的确是局部的一个手筋 是很妙的一部 黑旗呢 是没有办法用力的 比如说你跳 白旗可以冲断 对 由于黑旗气紧 那这个断点他必须要防 但是同时我们看啊 黑旗就算打吃 白旗接上 你在防这个断点的时候 不管你下什么 比如说接上 那么这边白旗就可以从 从这个方向打出来了 就把黑旗打穿了 所以说呢 黑旗的这个跳出来呢 是不用担心的 同样的道理 跳在这儿也不行 我们也是一冲断 这个我就不过多的去 去摆过多的变化了 但是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到 我会说但是了 但是呢 这招旗局部来说 虽然是一个手筋 但是他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就是说现在我们一再强调 双方攻守的要点是在中辅 是在中辅 那么白旗进攻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 白旗进攻的目标是 当然第一个 我们这叫定位目标 就是锁定目标 你拿着一个这个瞄准器 先瞄上它 这是第一个目标 目标肯定是黑旗这块旗 第二个我们说 第二种类型的目标 就是我要干什么 我要进攻它的时候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目标更重要 应该说这个叫做 你的这个期待是什么 或者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进攻呢 不是持旗 就是攻和杀不是一件事情 所以说 这招其实要犯的战略性的错误 就是说还是黑旗可以 就简单的跳出来 那么它虽然比飞在这好 比如说白旗可以贴住 白旗可以贴住 那这个呢 白旗从这个方向出头 可能是效率来说 要比飞在这要高 但是实际上它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就是说黑旗可以不理它 这个地方不是关键 不是战略要点 战略要点是什么呢 我们再强调一遍 是黑旗和白旗 这两块旗的这个强弱的对比 白旗一定要占到这个主动权 是在这 如果被黑旗这样跳出来的时候 白旗这块旗就需要自己去忙活 这是白旗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白旗这个点呢 是局部守金 局部的满分 但是在全局来说呢 不客气的说 零分 因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就战略就搞错了 目标就搞错了 就是这个发力点啊 发在了一个就是不值得发力的地方 就是不应该用力的地方去用力了 就像我们这个出拳一拳打出去之后 你要打到别人的要害 打到它疼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这个时候哪怕你的力量小一点 你的劲儿小一点 就是说你用在旗上来说 我们描述一下 就相当于你这个局部下法可能下错了 但是也关系不太大 你只要打到它疼的地方 这个就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你这一拳出去之后 打到了一个人家不痛不痒 或者说干脆就是打到脚后跟上了 打到这个 或者说打到一块铁上了 那就只能是个手 就是说你回过头来 只能这个手觉得比较疼 只能打到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说战略首先是放在第一位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实战 也就是看一下板田先生的答案是什么呢 那就是飞这个 对 这个实际上是战略要点 刚才我们一再强调 白棋无论是飞还是走在这儿 黑棋的下一步棋都是小跳出头 这个是一个局部棋型的要点 这个希望大家在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都是战略性的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战术性的 大家也要去重视 就是这个骑行 我们一再的强调 就是板田先生他强在什么地方 他是对这个骑行极度的敏感 对对方的这个骑行上的弱点 他是一针见血的 就能够给你这个找到 就能够发现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那这步骑同样的道理 这步骑实际上是 一下就击中了黑棋骑行上的弱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啊 黑棋如果飞 这块骑整块呢 联络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 我要说但是了 但是被白棋这一搬 我们看啊 黑棋就出问题了 只有挡 这样白棋再一顶 这个是绝对的先手 命令型黑棋只好接 由于有了白棋这个飞 所以现在白棋可以切断 切断之后呢 我们看啊 这三个棋子实在太大了 这三个棋子不是说气就气的 呃 我们可能有的同学说 这个呃 我大局观比较好 我棋子是吧 可以 你棋子呢 其他棋子可以棋 但是棋筋不能棋 我们围棋术语里面 有一个术语叫做棋筋 是什么意思 就是描述的像这种棋子 就是他死了之后 死的不光是他们三个 啊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让白棋就彻底的安全了 所以说这三个棋子肩负的使命 绝对不仅仅是 就是他不仅仅是代表着墓术 白棋吃掉他呢 不仅仅是墓术上的收获 最重要的是 就把自己的这块棋完全安定 那如果像这样 白棋当然是太满意了 所以说这个飞呢 实际上是击中了黑棋骑行的要点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 如果白棋黑棋不走 白棋随时可以像成这样 扳了顶 这是绝对的先手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飞也是先手 下一步就把你断掉了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啊 那所以说实战黑棋呢 这三颗棋子我们刚才说了 是棋筋 当然不可能给白棋吃掉 所以他小尖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继续飞 我们可以看出来 白棋通过这两步棋 这个叫做先下手为强 通过这两步棋呢 把黑棋 这个这整块棋 看上去黑棋比较强的一块棋 把它这个包围进自己的这个封锁圈 之后黑棋靠继续挣扎 但是没关系 白棋就挡住他 黑棋长 这个都是属于无谓的挣扎 白棋贴住 贴住之后呢 这个贴一个防守是必须的 不然的话 黑棋这边可以冲断白棋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我们就看黑棋整块棋 已经完全陷入到了白棋的重重包围之中 不仅如此 之前我们说黑棋 如果刚才最早的时候 不长飞过来的话 黑棋这边潜力是非常大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抬头一看 就会发现 这个白棋通过进攻 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不销自破 就是黑棋这块棋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你 我不需要去刻意的去 在这边行棋 去破坏你 但是呢 你自己就没有了 这个潜力 黑棋之前的潜力 自然而然的 就已经被消除了 接下来白棋 由于贴了这个之后 白棋还有一个手段 就是从这儿断 由于黑棋的气景 白棋从这儿断呢 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三颗残子 是非常讨厌的 所以说走到这儿 白棋已经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收获 但是 又一个但是啊 但是没有完 接下来 黑棋还 就是面临着极大的痛苦 黑棋实在呢 团这个 它为什么要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团一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但如果它不团的话 白棋可以点 这个二路点是一个 很 这个很犀利的一个手筋吧 让它黑棋是难以招架的 如果黑棋这块棋整体不活的时候 被白棋点 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 你就挡上面 这个被白棋爬 它不仅是捞着空 而且搜着根 甚至黑棋可能大龙还出现死活问题 所以说呢 它这个很笨很笨的团在这儿 这实际上是没办法 如果黑棋之前这个大龙逃出去的话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白棋接下来不依不饶 继续靠 这个是一个局部 又是一个破眼的手筋 这步棋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仔细品味的 靠一个是非常犀利 如果你接上 白棋就一挤 这是命令型 这个地方断点 黑棋要防 虎白棋就挡住 我们看 通过这两下的交换 第一个白棋自身的棋形和眼位 变得非常好 第二个是逼迫你在这儿虎一下 在这儿虎一下 大家都知道 就里外的交换实际上是非常损的 就这个虎是一点目视都没有的 白棋每在外面多一个棋子 对黑棋上面都是极大的伤害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 黑棋也是很痛苦 实战呢 黑棋不甘心 这个工本之一九段是选择了冲 白棋挡住 黑棋呢 弯在这儿 这个是一种补断的方式吧 这个虽然也是很痛苦 但是呢 也是算是一种手段 就是说 它防止白棋在这儿冲嘛 因为它立了之后 这个接上是线手 不去管它 我们继续往下看 白棋顶 黑棋接 然后白棋尖 这个是命令型 绝对的先手 黑棋呢 是选择尖 如果你挡住的话呢 这个白棋不客气了 白棋一点 白棋点完了之后 黑棋接上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就出大问题了 黑棋整块棋的死活 就出问题了 白棋可以考虑 把这个尖回来 那这个不开玩笑 黑棋 大龙可能就要死掉了 所以说呢 黑棋非常非常无奈 尖的时候 之后这个继续后退 白棋在一起 这个时候 同样道理 黑棋还是不敢连 如果你连的话呢 白棋在这一飞 整块打龙 出现死活问题 哎呀 太痛苦了 所以说实战黑棋呢 无奈之下 在这做活 我们看黑棋 我们来看啊 黑棋实际上是花了 一手棋 大家记得吗 一手棋团 第二手棋 在这立 第三手棋 在这做活 尖 黑棋花了三手棋 我们看围出了几木棋 围出了六木棋 但之前其实黑棋不走 黑棋这个地方 都有一点点的木 也就是说 三手棋 基本上是一木棋 都没下着 但是被白棋 把中斧这三个一断 黑棋这个损失 不言而喻 就这一手棋 把所有的损失 失控的损失 全部捞回来 不说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白棋通过这个攻击 把黑棋的 这个上面的潜力 消于无形 所以说这一连串的组合拳 真的是精彩 绝伦 看得真是赏心悦目 不过这一 所有的这一些的变化的 最初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一个对于 其形的敏锐的洞察力 当然还有一个 我们之前也一再强调的 就是说 他的战略性的决策 就是应该说战略目标的制定 该怎么样去进 该进攻谁 怎么样去进攻 这是战略性的制定 我觉得剃刀板田 这个称号绝对是 绝非浪得虚名 通过这盘棋 我们可以看出来 白棋 这个犀利的进攻 简直是让对方 毫无招架之力 就是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 白棋实战下到这之后 应该说是可以确立了 本局的一个盛势 好的 那么今天咱们通过 学习中盘阶段的 这么一个进攻的方法 我们开始逐渐的 去了解 对于棋形的敏锐 在进攻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开始去逐渐的 把自己的棋感 去接近于大师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在不断的去看这些 就是大师留下的 这些精彩的著作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 慢慢的去熏习 去让自己的棋感 慢慢的去接近于 大师的这种境界 到最后有所提高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